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是住在就是龙福星三一带 接下来这里有阿健 阿温 你几时开始当YouTuber 其实我们应该还不算是真正的YouTuber 这个账号就是早在2006年就已经开了 那时候我开来就是为了当成是一个云端的一个储藏空间 暴露一些影片 是到了今年1月呢才开始有制制一些影片 然后分享我们父子的video短片vlog之类的 可以解释一下你频道的名字怎么来的 OK 我们的频道叫做阿拔瓦朗克比过 什么啊呢 其实我很难念出来 你就不知道 很不顺口 阿拔瓦朗克比过 照这字念你是看得懂的 它其实就是福建画版的 爸爸我们去的 明白了吗 你为什么会想做YouTuber 什么原因促使你愿意开始自媒体的工作 请问一开始让你进入YouTuber的契机是什么呢 最重要是我们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份工作 我的正业也不是一个YouTuber 这比较像是我们父子的一个兴趣 我在求学的时候我是多广告设计 本身就很喜欢影片剪辑 只是工作上比较少机会可以接触到这一块 然后有一次呢 参加500万他在学校的一个表演活动 发现他对表演非常非常有天分 其实你们可以去上面这个video看一下 就是之前我有帮他剪辑的一个他当时的一个表演 那个时候就让我很惊讶 就因为他在这个表演之前 基本上我都没有发现他对表演很有兴趣 直到那天我去了那个event 然后他在台上跳舞 我才发现原来他很喜欢表演这件事情 所以后来我们才想说 把拍摄500万的一些生活 跟我一起做的影片放在YouTube跟大家分享 这份工作为你带了什么影响 正面的影响对我来讲就是在剪片啊 透制啊拍摄方面 我就能够提升这方面的知识 然后Y1在拍摄的过程中也可以学习更多的知识 很简单嘛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对不对 过程中有因为辛苦而想要放弃的念头吗 比较挑战跟辛苦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影片呢 事先没有做剧本啊或者是有安排桥段之类的 我们都是现场拿手机就拍 把过程拍下来 到后来后置剪辑的时候才来想要怎么剪 所以这是比较困扰的 觉得比较辛苦 你拍影片最大的动力是什么 其实我们在做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 所以自然就会有动力哦 因为你喜欢拍影片哦 喜欢 你们是不是开频道过后认为每天拍片很累 其实我们没有每天拍片 不过后置是比较繁琐 然后但是不算累了 在这里我来公开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行程表 我们是有做一个calendar的 固定呢我们几号几号要上传影片 或者是要做后置或者是要做直播 是要去哪里拍摄 根据这一个calendar去执行每一天 需要做的这个任务 平均每天我都会花一个一到两个小时 做影片后置剪辑 然后周末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拍video 或者晚上的时候 我们会在家里拍一些开箱 所以其实这个我也是推荐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如果你也是在做YouTube影片的话 稳定的一个影片上架的这个流程是非常好的 就是比如说你一个礼拜 差不多一个短片 或者是一个月一个短片 但是你要设定好你的流程 流水线 当YouTube活的时候你身旁的朋友都怎样看你 基本上我很少跟身边的人提到我们做YouTube影片的事情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的 我也还没有问 可能之后他们会在下面留言 有时候不定 你的YouTube频道是如何达到一千订阅的 其实我不知道 我就是照着一个固定的流程去制作影片上架影片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 就是你在设定一个YouTube频道的时候 你的主题要很鲜明 但是不能够太局限或者狭隘 比如说之前我刚开始做这个影片的时候 我们原本要做的就是Travel Vlog而已 后来到一个结局过后我们发现 其实我们把自己设在一个框框里面 变成我们只能做Travel Vlog 后来经过思考过后我就觉得 我找到一个方向就是我想要做的是亲子 就是我们父子的一些生活影片 所以他就不只局限在Travel Vlog 只要是我们父子有一起去做的事情 我会觉得是可以拍摄影片来多分享的 接下来要回答比较敏感的问题 我们是单亲家庭 然后百万的妈妈是没有在我们的影片 或者频道中出现过 因为在我们做这个Channel之前 他就没有跟我们一起生活 大多数的旅程拍摄的过程都是我跟百万两个人完成 所以我除了是制片 导演 编剧 摄影 灯光 收音 我也是500万的助理 你是Super 500万 除了百万 他还有其他弟妹吗? 百万目前是独生 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不过他有很多朋友 请问你的老婆是你的初恋吗? 哇这个更尴尬 我真的说我跟百万现在都是单身 如果儿子长大 会给他当优土伯吗? 会怕孩子以后意味打游戏而耽误学业吗? 我们其实也不算经常打电动 通常周末假日才玩一下 然后我觉得小朋友在不影响日常生活跟客业的情况下 适量接触这些电玩游戏其实是很正常的 这也可以培养他们的思维 跟一些反应能力 最想拍蛋还没尝试的主题是什么? 我是希望以后可以拍类似终于玩很大 类似奔跑吧 这样子的一个实境游戏节目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去看一下 之前我有帮这个一些别的单位拍摄制作的这个实境游戏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们有想过要去哪个国家玩吗? 你要去哪个国家玩? Dressing World Dressing World在哪里? 因为现在目前他还很小哦 他才5岁 其实蛮不方便远行 出国或者去很远的地方之类的 会蛮麻烦的 而且也会因为我带着他 两个人 所以现在都是在马来西亚本地旅行 因为其实马来西亚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然后他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 等他再大一点过后呢 就会想要带他去一些周边的国家 最重要的是有历史古迹的 或者是可以学习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像是我看到柬埔寨的无科湖 那也不错 通过旅游去增广建模 增加知识 你做Youtube会做长久吗? 应该会吧 不过你看哦 我们现在从一月到现在也快要一年了 然后我们也发现还有很多主题可以做 随着它慢慢长大 它的配合度就会越来越高了 然后可以拍的东西可能就越来越广 所以短时间的应该不会放弃吧 都还是会固定上载影片 哪次有机会可以合作 我们其实一直都很希望可以找到不同的Youtuber 来配合拍影片 不管是开箱啊 直播电话直播 影片之类的 我们都 播出可以了 我们都很希望可以找到跟我们一样对这方面有兴趣的朋友 所以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合作拍摄一些影片吧 你们是最棒的对不对?记得要出道我 你是最棒的吗? 哈哈哈哈 啊 哈哈 好啦今天的这个Q&A就到这里 大家还有什么想要问的 也可以在以下留言 让我们知道 我们也是会通过文字去回答你们 1000订阅真的不多 跟这些真正的Youtuber来讲 我们真的是很小 为什么我们会要做这样一个活动 是我们觉得1000站要到下一阶段 1万站 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所以我们就赶快在这个阶段就来做一个Q&A 来回馈大家 还是要呼吁大家 - 订阅! - 更多的视频! - 参加这个视频! - 跟大家讲拜拜咯 - 拜拜! - 我可以想拜拜了吗? - 什么东西咯? - 哈哈哈哈 - 好啦在这里 - 阿爸狗鸡! - 哈哈哈哈 - 还是打我的屁股 - 我肯定了 -好 oportunidad - 我肯定是苦苦了 - Exam嫂 - tin - 范 - 富美 - 性 - 赢 - 贝 - 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